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讀書那次純粹是為學校爭光 或者跑快一點時間 就已經很開心 到我能夠進入香港隊 可以被挑選去參加國際賽 都會越跑越辛苦 因為你想追求目標越來越高 你不可以培養 毅力不是一時三分可以培養 要透過年歲月 最重要是自己最親的 家人是我自己的先生 家豪是我的教練其中一個 所以自己很想付出最大的努力 看看自己可以去多遠 當我遇到一個青年 他很多事情都沒了心機 我會了解一下 究竟令他放棄的原因是什麼 原來從而去關心一下他 究竟怎樣可以令他振作呢 再鼓勵他人生有很多不同的方向 很多不同的目標都可以令你有成功感 可能這件事不行 但可能下一件事你是做得到的 其實這個計劃除了兌換物資 還可以換到其他日用品 其實我覺得對身邊的人 是非常有幫助 因為他們很多時除了飲食 保暖也很重要 可能冬天開一張皮籤已經很好 健康的社區 除了環境衛生各方面之外 大家身體健康 以及大家互相交流 是非常之重要 究竟我們有沒有關心 我們周圍的人 尤其是弱勢的社群 那大家會不會有互相幫助 其實以卡路里去兌換食物 或者物資 其實是很大量才可以做到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一個人跑步 可能60分鐘 消耗的卡路里只是幾百個卡路里 可能換到只是幾碗飯 所以需要很大眾的朋友 一起同心協力去儲更多的卡路里 才可以將食物和愛心 全部到每個家庭裏面 Like Math on Facebook 專頁 Follow 我們最厲害的動向 一起來常運動 全城愛 做一些去庇護的卡路里 會有請 有請 不要 會不會 會不會 有四個 有嗎 有 Element